大家好,欢迎来到榴莲哥阿易的频道 最近的台风摩羯给很多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几十年的榴莲树一夜之间被狂风吹倒 让人心疼不已,天灾难以避免 但我们可以通过更科学的方式来降低损失的风险 榴莲种植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的长期投资 种植一棵榴莲树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开花结果 农民朋友们的辛苦和耐心才有了我们喜欢的美味榴莲 如何选择适合种植榴莲的地点? 那么,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来种植榴莲呢? 这里有几点建议给大家 1.地势高低 首先,榴莲喜欢种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避免种在容易积水的地外地带 山坡地能够帮助排水 避免根部长期浸泡在水中 降低被风吹倒的风险 2.土壤质量 其次,选择富含有机质的土壤 像红壤或砂质壤土 这种土壤排水性能好 能让榴莲树根部透气 不容易因长期潮湿而腐烂 3.锋利屏障 寻找有天然屏障的地点 例如靠近山脉或有大树的区域 这样可以减少强风对榴莲树的直接冲击 4.远离洪水区和高峰区 尽量避免在台风多发的高峰区和经常被洪水淹没的区域种植榴莲 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理位置是保障农作物收益的关键 所以,想要在榴莲种植业有所发展 选对地方至关重要 第10.土壤、屏障和气候 这些因素决定了你的榴莲能否在恶劣天气下生存 只要做足准备 我们就能更好地面对天灾 保护我们的收成榴莲哥 希望这些小提示能帮到你们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 请帮我点赞和分享给更多朋友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每一颗榴莲都更甜美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